新北市有一名三十八歲流星男子 日前急需用錢 他悟信的詐騙集團所發送的借貸廣告 遭到誘騙帶網囚禁處軟禁 過程當中還遭四名詐騙成員圍毆 沒有想到這一位呢 體型非常壯瘦 恐無有力的流星被害人 他出手反擊了 反倒把四名的敵眾打趴 最後還趁機打電話報案求助 經過進步的追查 八號又巡線逮捕到幕後主導的黃信主席 順利瓦解了這個詐騙集團 四個大男人排排站 面對遠景搜身 他們毫無怨言 乖乖把身上的東西統統交出 那個錢 辣椒水放地上 他們用辣椒水那些 然後用那個石桌布 那會打托 滿屋子刺鼻辣椒水 遠景也受不了 流星被害人更是衣服全被扯破 留在現場尷尬不已 四名嫌犯從事詐騙集團 想以台版柬埔寨守法暴力囚禁被害人 誰知道遇到標形大旱提到鐵板 這場鬧劇就發生在新北市英哥區大葫蘆一處公寓的頂樓 被害人流星男子因為缺錢急用 在網路上看到一夜市的借貸廣告 相約見面後 對方突然潮流星被害人攻擊 沒想到被害人體重破百 恐無有力 嫌犯打都打不贏 最後全被警方逮捕 四名詐騙集團成員被逮捕後 還不斷辯稱是上游指示 一天給六千元的佣金幫忙照顧 警方也持續追查上游 86年次的黃性主嫌有毒品及詐騙前科 8號凌晨也在新莊一處汽車旅館落網 他恐怕沒想到派出手下四打一 竟然吃憋自己也狼狽就呆 我猜你狼狽就今天